天里还未收成的向日葵 被强风吹得快折腰了 海边则有冲浪客兴奋的乘风洋帆 旗帜飘扬的模样 让人感受到风的威力 这里是法国北部大西洋沿岸 接近英伦海峡的区域 夏季风暴来袭 刮起时速110公里的强风 气温从30多度一口气掉到了17度 长达九公里的拉伯勒海滩 前两天还尽是细水消暑的人潮 如今海滩没人细水了 海边也卷起八公尺的浪头 由于风大浪大加上涨潮 可能造成海水倒灌 当地民房单位进入黄色警戒 目前法国南部还未摆脱 夏季热浪的磨难 北部却出现这种秋末冬初的景象 法国北部地处温带 冬天湿冷 见不到阳光的时节 常容易造成忧郁症 当天气奏变 仿佛夏天走了 秋天变短了 要进入冬天了 这种极端气候的变化 立即引起当地民众的注意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 你好 我是宋燕民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